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01新剧杀青后肖战回老家重庆休息 走在路上被网友一拍就上了热搜 迅速点燃了社交媒体的热潮 现在他的影响力真的挺大 肖战的一言一行 每一个话题都能轻易激起大家的广泛讨论 今年微博电影之夜的线上荣誉评选活动 肖战主演的电影《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 受到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追捧 这部影片的推荐次数突破百万大关 稳稳地占据了微博网友年度期待影片的榜首位置 为什么七年前肖战还是普通素人 如今却能成为娱乐圈顶流明星 他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2 众所周知 肖战是在2016年作为男团主唱出道的 出道之前他和许多人一样 工作生活简简单单 不过在大学时候的他就很喜欢唱歌 担任艺术团声乐部部长和男生声部部长 拿过许多这方面的奖项 因为喜欢唱歌跳舞 2015年偶然的机会 他参加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 因为在节目中表现非常不错 加上帅气的外表 很受观众的喜爱 所以2016正是以X九少年团主唱的身份出道 不过出道后 因为娱乐圈竞争力大 这个团没能活起来 不愿放弃的他 选择往影视行业的发展 非科班出身又知名度不高的他 只能在一些剧中扮演小配角来积累表演经验 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 一部陈情令会改变他的一生 2019年陈情令上映迅速火遍中国及海外 肖战饰演的魏无羡一角 让他成为娱乐圈中的焦点人物 不仅涨粉千万 各种资源代言袭来 他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 站上了娱乐圈顶流 03功夫不负有心人 陈情令的爆火是他演艺生涯的转折点 肖战也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男主演艺之路 一步接一步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斗罗大陆》 在这部剧中 肖战饰演的唐三是一个天赋异禀 勤奋努力的青年 除了古装剧之外 肖战还尝试了不同类型的角色 在军旅剧《王牌部队》中 他饰演的顾一也是一个严肃认真 有着坚定信仰的军人 去年播出的《梦中的那片海》 玉谷瑶 娇阳伴我 《梦中的那片海》也上映一周年了 作为肖战主演的一部年代剧 不仅获得了不错的收视和口碑 还得到了央视的强推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肖春生 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大院青年 零四 他真的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据我了解 与肖战接触过的工作人员 都对他评价不错 在娱乐圈这个水深火热的地方 明星们往往被贴上了各种标签 但肖战出道多年 也没有什么过分的绯闻 出道之后 他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不断进步 短短几年从一个毫无背景的素人 到能唱会跳的爱豆 再到如今备受瞩目的演员 他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踏实 他的成功也并非偶然 而是不断努力和付出的结果 我想人生最好的贵人 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 生活也不会辜负一个一直在努力的人 愿我们也如同肖战一样 在拼搏的道路上 遇到更好的自己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